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來看105學測的第2題 題目問我們sin73度,sin146度,sin219度,sin292度,sin365度 這5個數值的中位數是哪一個 想要知道中位數是哪一個呢 我們就必須先了解這5個數值的大小排列關係 但是我們對0到90度的三角函數值會比較熟悉 所以我們這題要利用到三角函數的轉換 因為73度已經在0到90度之間,所以我們先放著不管 我們先來看sin146度 146度其實就是180度-34度 我們知道sin180度-sin還是等於sin 所以sin146度會等於sin34度 第二個我們來看sin219度 219度是180度加39度 我們也知道sin180度加sin會等於-sin 所以sin219度會等於-sin39度 接著我們再來看sin292度 29219度是360度再減掉68度 我們知道sin360度-sin 會等於-sin-sin 所以sin292度也會等於-sin68度 最後我們看到sin365度 sin365度等於sin360度加5度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同界角的概念 所以sin365度 也就等於sin5度 現在呢我們已經把所有的角度都轉換到0到90度了 然後0到90度呢 在正弦函數裡面它會是一個地增函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將這五個數值來做排序 最大的呢就是我的sin73度 接著是sin34度 後來是sin5度 然後是-sin39度 最小的是-sin68度 中位數的定義是什麼呢 中位數就是 一組由小到大排列的數據中 排在最中間的那個數 我們可以看到排在最中間的是sin5度 而sin5度是誰呢 就是sin365度 所以我們sin365度 是中位數 答案是1選項 4 9 1 1 2 2